2月8日上午9点,NBA常规赛,雷霆主场大战勇士比赛备受关注 此一还是关火舰队在西部排名的形式 赛前一个好消息显示,科尔宣布克莱每场比赛出战的时间可以提升到30分钟 正在复苏的克莱找回昔日王者的姿态,让人振奋 第一节,克莱三分未果,基迪扛着波特命中2分,鲁尼出手未果 克莱二伐命中,曼恩抛头时撞翻了库里,被吹进攻犯规 维京斯中投命中,基迪飞身上篮打成 曼恩打进2分,克莱三分未果 多特抛头打进,波特报扣打成 克莱接球3分出手未果,贝兹利出手不进 库里3分打成,菲沃斯二伐命中 波特3分不进,多特3分命中 雷霆队打出15比7的开局,多特3分弹框不进 库里超远3分未果 佩顿3分命中,贝兹利命中2分 雷霆尽管领先优势不大,但是没有给勇士机会 首截以23比20完成力压 次截,随着库里成功打4分 达米恩里标射3分,一波16比8的高潮到来 也奠定了优势 多特3分命中,伊格达拉迅速回应 多特挂着掩护,突破到底线,被对手下手犯规 下半场,勇士逐渐拉开分叉,比赛大势已去 最终,勇士豪取9连胜 比分110比918,克莱拿到21分,库里拿到18分9板石助攻 多特26分入仗,贝兹利20分8板 雷霆输球,火箭迎来利好 那就是缩小,与倒数第二的胜场差距 从2.5个到了两个,摆脱垫底,并非没有可能 需要再取消距,并非没有可能 对手上处有可能 好多的,与可让 他们无缩 温你